出版委員會是用來做些什麼的? 監管的身份資料 這個法例其實是講什麼的? 不知道 整個內容來說我知了大概三成左右 可能從小市民來說是有點難以理解到的 無論是草根階層或者是年輕大學生 就算參加了一整天的分組討論 聽過專家的介紹 但不少人也直言對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修法內容 並不是很了解 我們走過不同的項目會發現 他做事的準則是一個房和另一個房 會有相當的差異 一來到就選一個相當專業技術性很強的項目來做 這樣的話市民來到 他也都對背景資料整個環境掌握不好心的時候 我看的一個項目就是 朝早討論完整個小組之後 他連到底又沒有新聞律業源通知他都不知道 花了350多萬元 首次在澳門引入商議事民調 為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做民意調查 當天也有到場的民間觀察員認為 商議事民調本身有它的優點 但用在公眾並不熟悉的新聞行業操作和法律議題上 討論出來的結果並未能達到理想 四權的概念是怎樣的話 市民是不會明白的 尤其是當一些平衡資料裡面 又會舉出一些負面的例子 一些片面的負面的例子的時候 其實暗地裡是在引導公眾 就傾向是需要監管 而且那個監管 又好像是要有些政府在這裡 又要有些什麼在這裡 這樣 是一個貌似是一個平衡的討論 但實情是有它的hidden agenda在這裡 不要再用一些貌似公開貌似平衡的方法 但是就放了一些東西在裡面 然後給公眾 這樣然後再用這東西 令到公眾產生一些不準確的印象出來 這樣的話其實對整個新聞自由 對社會的發展都沒有好處 鄭明軒認為 當局日後應審慎選擇使用商議事民調 否則只會浪費公堂 澳陽威視彭埃子王冠中澳門報導